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和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舉行會談 而這是自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之後 臺海局勢急轉直下 中國片面切斷對美軍事溝通管道以來 美中軍事高層首次會晤 而另外美國與印尼國防部長二十一日會面 印尼方面表示 向美國購買F15戰機的計畫 已經進入了最後的階段 就等政府排版定案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訪問亞洲二十一號在雅加達會晤 印尼國防部長普拉伯沃 將強化美印軍事合作互通信 印方宣布購買美國F15戰機計畫 一進入最終階段就等政府拍板定案 奧斯汀還談到美印將會舉行更多的聯合演習 奧斯汀隨後前往柬埔寨參加東南亞國協防長擴大會議 二十二號與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進行雙邊會談 時間九十分鐘 會後五角大廈發布新聞 奧斯汀會中表達共激對印太威脅的擔憂 但美國人會在國際法允許下執行 飛行和航行 會談也觸及臺灣議題 美方重申 反對單方面改變臺海現狀 呼籲中國不要對臺灣採取破壞穩定的行動 至於中方則重申 臺灣是第一條紅線 學者分析 魏鳳和明年即將卸任 這是會面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涵 但在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八月訪臺後 中國曾宣布中斷與美國在多個領域的對話 根據美方消息 這些遭冰凍的機制 預料幾個月後將會重啟 記者趙遠傳朋友組 臺北報導